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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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前秦攻打东晋 第三次 北魏的太武帝进攻留宋 但三次都以失败而告结束 尤其是曹操进攻孙权 赤皮之战 甚至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成功的是两次 一次是西京灭武 另外一次是随灭南城 所以说北边的政权对在南京的政权进行进攻 它有成功也有失败 因素是多元的 即使是后洲市中 财龙对南城的用兵也曾经受到过比较顽强的抵抗 但是财龙夺取江淮地区十四个州 把南城挤押在沧江以来 而北宋夺湖北 夺湖南 夺四川 夺梁广 那么使他面对着的南城 成为这五次北方政权进攻南方以来 面对对对手是最弱的一个 当然 北宋也存在问题 它也没有达到静灭武 随灭城的那个州的实力 什么原因 三西的中部还有北汉 更为重要的是 北汉依托着北边的契丹 而契丹还控制着燕云十六州里头的十四个州 为什么说十四个州 因为有两个 墨州和银州 在浩州市中北伐的时候 已经夺回来了 所以这一次宋军攻打南唐 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像静灭武 像随灭城那样雷霆万军 及全部的力量多处并进 而是采取一种长驱直路的办法 什么办法 先行造船 在哪里造船 在荆州造船 先在荆州打造几千艘战战 运兵的 运粮的 运资重的 然后命将命随 命曹兵为主帅 潘美为护帅 水路并进 运作长江的北岸 向南京推进 作为说这个宋军的护帅 倒是名字比较熟悉 叫潘美 不错 杨家将里头 潘伦美 就是以这个潘美作为原型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他的主帅 曹兵 潘兵在宋代的开国建议里头 并不以 能争善战而注明 那么赵康英看中潘兵什么 潘兵入室以后 就一直在财龙的手下干活 以他的性格的沉门 以他办事的这种得体 而得到上上下下的赞赏 也受到潘龙的寄重 那么财龙继位以后 曾经给他一个美猜 一个什么美猜呢 让他出使吴越国到杭州去 吴越之父天下皆知 对于中原的官来说 到吴越去出差 那就是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 那么曹兵来到吴越 果然是这样 不但受到很隆重的这种领域 而且馈赠极多 但是曹兵有曹兵的为人处事的原则 一戒不取 当时的吴越国的国王 叫做乾红树 就觉得奇怪 中原来的官 中原来的使臣 难道还有不爱财的吗 何况这个谈不上什么行贿 也谈不上受贿 礼上往来 但是曹兵不受礼 曹兵在吴越办完事以后 立即返回 没有多待 吴越王 前红树 派人称作青州 在座礼物 追赶曹兵的座船 曹兵也觉得有意思 在杭州不要 竟然派船追过来 冷难不要 这就是真不要了 但是既然吴越王派人来送礼 这个来人一定是有他的本事的 果然死产难打 表现得极其的可怜 说天使如果不收下这份礼物 不但我回去以后 要受惩罚 我们整个的衙门 甚至我的家人 都要受到连累 你看怎么办 还必须收下 曹兵一看 还得真守 于是把他收下来 如果不收的话 第一 来人不好交差 第二 吴越王可能会有看法 来人宽天喜地而去 曹兵命人 对所有的礼物进行登记 回到开封以后怎么办 直接入国库 这个事情后来 被财龙知道了 很感慨 于是让人从国库里头 把所有的礼品 全部还给曹兵 说这是正次给你的 你要不要 曹兵没办法收下来 收下来以后 自己一钱不留 全部分给亲朋好友 和属下的将士 所以为什么将士听他的话 跟这个有关系 那么陆宋以后 曹兵以监军的身份 攻打后属 安史诸乱以后 唐朝的强盛不复存在 但是经济在持续发展 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 造就了两大经济中心 所谓的杨一一二 杨州第一 益州第二 后来杨州退位于南京 益州 冷南四 富有 所以宋兵 在进攻四川的过程 几乎就是 远途 抢劫的过程 结果引起了 蜀中民族的极大量愤怒 节节抵抗 而且有些城市 被宋军夺取了以后 又被蜀民夺回 唯独曹兵这支军队 唯独曹兵可以节制的军队 和所有的军队不一样 几乎是秋毫无犯 后来蜀中的混乱局面 也是由曹兵去收拾的 所以尽管拿下了后蜀 回到开封以后 全军上下 除了曹兵以外 其他的全部受到惩罚 曹兵自国华 真定灵兽人 从他出批戎装开始 就一直是一位知书达理 人后清廉的儒将 由于曹兵严于军纪 赏罚严民 所以深受宋太祖赵匡印的信任 而此番作为主帅出征南唐 赵匡印所看重的 也正是他治军有方的特点 当时的南唐 经过君臣几代的治理 文化繁荣 国库充盈 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附属之地 如此的堆金基欲地 怎容冰莲获解 所以这次南征 宋太祖赵匡印的目标 不仅是南唐的土地 更重要的是 获得南唐的人心 因为只有这样 南唐灿烂的文化 才能得以保留 充盈的财富 也能为大宋所用 那么这次南征 主帅曹兵会对将士们 如何约法三章 在南唐成破之后 他又将怎样对待 南唐后主礼遇呢 在曹兵离开开封的时候 赵匡印就有手艺 要求曹兵 虽然进攻 但是要换攻 要不断地压迫南唐君主 归降 尤其是要禁止将领的 烧杀人乐 他要的 要民心 要的是完整的南唐 那么曹兵出征的路上 赵匡印不断地 还派死者进行盯阻 所以曹兵从开保七年 也就是公元九百七十四年 十月 从荆州出世 唯而不公 只是在外界 只是在外围 消耗南唐的阻力 只是不断地督促 南唐后主礼遇 赶快归降 这一下就由春天到夏天 夏天到秋天 秋天到了冬天 一直到开保八年的十一月 那么曹兵才决心 要对南京城发起攻击 但是在发起攻击之前 让人冷难行疏于南唐后主礼遇 告诉那天城一定要破点 在破城之前 你还来得及投降 有这样打仗的吗 但是曹兵就这样打仗的 要攻破南京城 那是子日可下旅 但是他要还给赵匡印 要留给大宋 一座活生生的南京城 而不是一座史城 要把南唐后主礼遇 和他的亲属 和他的文武百官 活生生地运到开封区 而不是运去 一具一具的尸体 到了攻城的这一天 很有意思 纵将来到中军主战 要排兵不正了 要进行部署了 但是发现主帅朝兵 竟然没有在大仗 中军官告诉大家 说主帅今天身体不爽 于是众人来到后院 来看望主帅 结果一看 曹兵神清气爽 哪里一点平台 没有 曹兵说 我的病不是生病 我的病是心病 我什么心病 我担心 城破之日 欲死局粉 将士一年以来 封餐露宿 徒弟是什么 君主说是天下一统 将士徒弟 还是奖赏 但是奖赏由于多少 徒弟还是可以抢劫 两个字 我担心的是这 说吧 把赵匡英 多分的手艺 展示给大家看 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上对不起君主 下对不住黎明 内心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将领们也很感动 于是大家纷纷表示 一定按主帅的意见 一定禁止将领的切略 曹兵还不放心 大家一起奔相启示 并且阅法三章 第一 城破之日 不得杀戮民众 第二 不得抢劫百姓 第三 不得对南唐的军臣 无礼 大家说 为什么从刘邦开始 都阅法三章 多了没用 多了不计的 不如 捡最要紧的 列出几条 开保八年 那么南京城破 曹兵 整军 来到后组 宫廷之前 南南后组 李玉 也带着 他的进城 迎候在 宫城的门外 那么接下来的 就应该是 亡国之军 是要被献夫的 要被送到开封去 从此以后 度过 纪论 篱下的生活 但是曹兵的态度 继续让李玉 和他的臣子们感动 曹兵告诉李玉 到了开封以后 国家给你的生活品 给你的俸禄 是比较低点 你在江南 过惯了好日子 所以你现在 还可以回去 尽可能多点 把值钱之物 把金银 把柴货 尽可能地 带到开封去 以利玉安度晚宴 并且安排了 五百精兵 准备给 李玉 做资争队 运输行李 李玉这个时候 怎么办 他对身边的亲信 对于身边的进城 是很慷慨的 曹兵也告诉他 一旦被 有关方面接管 那就一文不能动了 所以他把 尽可能多的黄金 尽可能多的白银 尽可能的值钱之物 赏赐给身边的 亲近之城 大家也都很感动 但是唯独 有一个人很好玩 这个人是汉林院 供职的 应该是文化人 叫张碧 竟然带着 南南后组李玉 赐给他的黄金 以及其他的物品 直奔 曹兵面前 要上交给 北宋的国库 有意思了 但是他的这个价值取向 他的这个思考 和曹兵 不是同步的 陶兵认为 如果你要 效忠大宋 你早干什么去 你早是不是像 南平的 孙光线一样 力劝 南南后组 早路投降 你没有干这个事 而到现在来 你来表忠心 那是出卖救助 于是 黄金收下 人被遣返 所以我每看到这些材料 觉得这个张碧 想投机 想做两边炒 这个时候 可能肠子都肥断了 人是不能做墙头炒的 李玉为自己 带到开封去 带了什么 没带什么 国都破了 设计都顾不上了 只带了随身 必须的用品 去了开封 但是给我们留下来的 是他在亡国期间的 千古绝策 四十年南加古 因为南唐 从李汴 到李锦 再到李玉 祖孙三代 南唐时间 就四十年 所以说四十年南加古 三千里地三河 凤阁龙楼 连销汉 玉树穷枝 做燕罗 几称是干戈 我在密罐子里头泡大的 看到的都是文化 看到的都是繁荣 我什么时候知道打仗 不知道的 一旦归位成奴 沈阳潘病 消磨 罪是 猖皇 辞庙日 教访 游咒 别离歌 垂内 对公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为 我的这个设计担忧 像当年沈月一样 人本来就瘦 现在更瘦了 像当年的美兰子 潘月一样 现在已经不美了 两边已经出现了白发了 最难过的是 匆匆忙忙 辞别 太妙 那个教访的 这些音乐家们 还在演奏 别离歌 只能够垂内 对公 我们很多 研究 文学的学者 对李锦 李玉 父子 给予极大的同情 我也一样 而且很多朋友觉得 如果他们不是出生在帝王家 他们做普通的文化 继续唱作 他们该有多少 更好的 更多的作品 留给我们 但是实际上 并非如此 如果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亡国之痛 李玉 又怎么可能 留下 如是悲怯 又发出内服的 这种亡国之痛 他不可能留下来 你看看 春花秋月 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卓业又东风 故国不堪 鬼首岳民族 雕南欲气 印犹在 只是朱岩改 问君能有几多仇 恰是一江春水 向东流 这个仇是仇不断的 这首词 在中国文学史上 具有极高的地位 但是作为看一下 没有一个中学生不认得的字 所以我有的时候 经常跟朋友交流 什么叫做经典 经典是要让普通人看得懂 而且它又没有讲究 哪个字要 哪个字不要 你看 春字有两个 春花秋月 还有一江春水 一首词里头两个春字 还有两个冬字 小楼卓业又东风 恰是一江春水 向东流 它根本不忌讳 是不是自用虫了 没这个考虑 如果过多地考虑这个 这种真实的感情 就受到停顿 它就流露不出来 在南唐灭亡之后 广袤的南方大地上 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地方政权 这就是海龙王钱流 所建立的吴越国 作为吴越国的开国之君 钱流一生勤于政务 与民休息 在他的治理下 吴越国力强盛 人民富足 而此时吴越国的君主之位 已经传到了钱流的孙子 钱宏处的手上 钱宏处 自闻德 他在位的三十年间 一直秉承着钱流的遗训 实施清摇伯父 保镜安民的政策 让吴越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 国家的统一 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偏拘异于的吴越政权 最终还是要归入 大宋的版图 那么 究竟是怎样的原因 让吴越王钱宏处 主动对宋称臣 大宋皇帝又是如何兵不屑任地 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呢 在吴越王钱宏处奉北宋之命 立了宋建立了宫 然后天子 让你到开封去受训 跟你挪个家 搬个家 那么王 以大梁 以不屑而 那么你当你以后 到了大梁 到了开封 也是一个不屑 也许我们两个 在开封可以见面 如果到那个时候 你有何面目来见我 但是不能不说 吴越王潜流里为大 他早就认门认准 只要天下出现统一 那吴越国应该不复存在 而且把这个理念 告诉给子孙后代 成为前家里一份祖训 子孙善逝中国 勿以异信 费四大肢体 子孙后代 必须要 听从中原政权的 这个后令 不要因为中原的改参换代 而改变我们的四大领原则 应该说前流里后代 都恪守了他的祖先 虽然李玉说得不错 南唐实际上 还没有等到灭亡的时候 当吴越王 乾红书进攻长州的时候 赵邝印就有御子到来 说你我相隔几千年 死死享君不见君 那么南唐一灭亡 希望您 希望你能够到开封来 以为我为见之勤快 实际上这两位 他们年龄也相该不大 这我印象里头 赵邝印好像比 乾红书大两岁左右 那么等到南唐一灭亡 去还是不去 当然要去 那么在开封九年 吴越王乾红书 带着他的王后 带着他的儿子 自觉地来到了开封 这就给赵邝印极大的面子 那么你给我面子 我也给你面子 所以赵邝印派自己的儿子 得招到隋州 就是现在的桑丘 去迎候吴越王 而自己亲自来到李贤楼 这个李贤楼是专门为 本来是李玉和乾红书建造的 但是李玉坚持抵抗 被封为为命口 他没有资格住李贤楼了 所以这个李贤楼 变成乾红书的专管 宋史不愿其烦点 记载了赵邝印和乾红书之间 他的赏赐和进贡 这个也很有意思 赵邝印先是接见 然后乾红书一贡 这是见面的 然后赵邝印十艳 乾红书二贡 这是答谢 然后第三贡祝贺 大宋灭了南桃 第四贡 赵邝印亲自来到李贤楼 来看望乾红书的一家 乾红书很感动 四贡 赵邝印破格 封乾红书的王后为王妃 这是打破原来的格局的 乾红书技术共 武共 所以我们真不知道 乾红书这一次开封之行 搬去了多少的财务 这个船队有多大 应该说赵邝印遵守洛言 果然是我们见了面以后 我就送你鬼去 那么乾红书是三月到底 三月中旬到开封 四月初被送还杭州 离别之时 赵邝印给他一个 黄筹部的包袱 说你可以在路上看一看 由于南唐已经灭了 所以吴越王帝到开封区 已经回来 就不要从海陆了 从运河就回来了 所以在运河之上 感慨之余 把包袱打开 结果一看 又是心惊肉天王 为什么 抵得全是宋朝的大臣 向赵邝印上的秘咒 所有的秘咒都建议 留下乾红书 夺取不愿 所以看着看着 乾红书一生的汗就出来了 从此以后 四宋更近 在杭州住了两年 还没有到三年 心里照例来了 要乾红书再一次进去 为什么再一次进去 原来乾红书离开 开封不久 宋太祖 赵邝印去世了 宋太宗 赵邝 继位了 应该说 太宗 赵邝印 在对待 那些亡国之军的问题上 不如他哥哥 赵邝印 这么大气 他继位以后 要求乾红书 再一次到开封去 那么 乾红书第二次来到开封 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 叫太平新国 在太平新国三年 在这以后 发生了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情 第一 四月 福建海边的 泉州和张州的陈锋进 来到了开封 献土 拉贡 把土地献出去 所以福建归于大索 然后在五月 经过乾红书 反反复复的陈锦 当然这个陈锦 你不陈锦也不行 然后宋太宗 接受了他的陈锦 整个五月 现在整个浙江 和江苏的 苏州上海那一带 归于宋朝 到这个时候为止 整个南方 已经归于一统 在宋朝的版图之下 还有一件事 这年七月初七日 中国人说是七桥节 牛郎子女见面的时候 就在这一天 也是南唐后祖 李玉的生日 去世了 享年四十二岁 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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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下转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着斧头在砍门前的血 然后听到斧头掉落着 所以于是出了一个典故 叫做俯身足影 于是有人推测 说赵匡应这一天去世 可能是被暗害的 但是我更相信 赵匡应是喝多了酒 那么据记载是 睡下之后憨声奴雷 赵光义当了当天也住在别馆 但是第二天凌晨 宦官向事后 宋太祖赵匡应上朝 发现人已经去了 留下遗址 赵光义继位 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 说宋太祖那天喝了酒 于是睡下 同样是憨声奴雷 但是到夜深的时候 皇后发现皇上已经去世了 于是立即命一个宦官 这个宦官叫王继恩 宿召皇子德方 结果这位王继恩 召来的不是皇子德方 而是皇帝光义 那么有许多史学家都谴责 这个王继恩 但是在王继恩看来 皇后让他去召见德方 就是乱命 为什么说乱命 因为一直有传说也有记载 而且我认为确有其事 就是赵匡义死了以后 由赵光义来继位 是赵匡义和赵光义兄弟母亲 杜太后的临终于衍 为什么要这样 担心的是一个 怕赵匡义死了以后 主右国仪 大宋江山不保 成为继五代之后 又一个短命王朝 所以皇后让德方来 就是想德方来继位 这就是乱命 第二 赵匡义在生前 在位期间 赵光义一直做开封府尹 这个开封府尹 就是作为皇储的安排 当然国威安排财荣 也是这种安排 那么赵匡义 这个是致命 皇后临时变卦 这也是乱命 那么从这种种传说 种种记载来看 大家一定要问 你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赵匡义 是死于久的 从赵匡义的体貌 从他的生活的习性 他应该是有高血压 死于老医学 那么不管多少个传说 赵光义的继承 我认为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为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赵光义不但策划 并且直接参与了皇傍家政 而且在赵匡义在位的期间 他长期在开封府尹的论上 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政治经验 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班底 所以赵光义继位 他避免了皇位之间交替的动荡 而且事实证明 他后来的执政 他的政策 他的种种举措 是继承赵光义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历史学者 解读历史 我们看的是历史的大局 如果避开历史的大局 而去把一些细节 把一些传闻加以解读 甚至过分的解读 那反而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赵光义继承了皇位以后 他下一个举动是什么 下一个举动我们刚才说了 张州和泉州归属于北首 吴越王把吴越献给了北首 整个南方已经统一 南方统一以后 赵光义立即挥施北上 挥施北上干什么 我们下一期再说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